进入周三,我们首先关注今天希腊局势的最新进展 希腊延长紧急救援的请求遭到了欧元区财长的拒绝 希腊没有按时偿还15.5亿欧元的贷款 成为史上首个未能偿还IMF贷款的发达国家 希腊将于7月5日就债权人提出的进一步削减预算的方案举行全民公投 外界也将这次公投视为希腊去留欧元区的关键 随之这次公投的结果也决定欧央行到底是否援助希腊 以便让这个国家继续维持经济生命 本周第三个交易日除了中国A股以外 其他地区主要区域股指都出现了大幅的反弹 亚太指数延续了上一个交易日的涨势 日本日经指数225指数收盘上涨了0.46% 香港恒生指数收涨1.08% 在欧洲方面德国DAX指数收涨2.5% 那么英国富时100指数是上涨了1.52% 在全球股市利好的表现 也提振了华尔街投资人的进场情绪 道指在盘中上涨了113点 那么标普500指数和纳斯达克综合指数 均出现了小幅的上扬 另外今天盘前的保险股收购案 也对美国股市的上涨起到了一定的支撑 保险公司ACE将以每股124.13美元的价格 收购美元四大上市保险公司之一的 Troom Corporation 那么Troom Corporation的股价 也是应声大涨了30%以上 这一收购消息令金融板块涨势强劲 那么权重股美国银行 德国银行以及花旗银行 都出现了较大的涨幅 各种东西 因此 上美古银行 七上夺 1-4 你看 tasks 2-4